兄弟们一年一度做石榴的季节呢又到了 去年我记得我买的好像是20斤的石榴 全部拿来榨汁 一口喝上去那个味道 比任何的浓缩果汁都要过瘾了 因为毕竟是先榨的 那今年的话呢咱们就不榨汁了 因为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石榴的新神仙吃法 来我们先看一段视频哈 OK就这个叫做奶霜石榴 它其实做法很简单 就直接把那个石榴包开之后呢 放到冰箱冷冻一晚上 第二天再加上炼乳和牛奶 搅拌以后呢就会像之前我们做过的 那个糖霜的那种零食一样 外面裹的那个白白的 一口吃上去有奶香 而且还有那种冰淇淋的感觉 最主要是做法简单 这想一想啊 我的感觉好像很刺激的样子哈 那还是呀啊 看过不如咱们自己做过 这里呢我准备了几个石榴啊 今天咱们就自己在家做一次啊 看看这个味道到底好不好吃啊 如果好吃的话呢 正好趁着石榴当季的时候啊 各位可以亲自在家尝试一下 我先帮你们踩这个坑哈 那看网上说的包石榴的方法是这个样子啊 从顶上切出一个正方形的口啊 然后呢把这个头给拿出来 哎熟的啊 接着再沿着它这个纹路 再慢慢切啊 当然我不知道它这个是怎么切的 我们就随性一点哈 尽量把汁水都留着就行了 哦吼 你看包开 这说实话敲的还不是用手的 这手拨还更快一些 我去别看这石榴看着 卖相不咋地啊 但是里面完全熟了 来这就是一整颗石榴包开以后里面的果肉啊 看起来不是很多的样子 正好我买的多哈 我买了六个 手气啊 把肉全部搞出来 等会吃的更过瘾一些 每一年说真的 出来拍视频的时候呢 就哪怕它忘记 我都很少会吃 因为主要超级难剥 我就喜欢那种 哪怕连皮都不用削 就可以直接吃的那种 是最爽的 包都包完了 接下来就是 我们先小爽一把的时候哈 这不冰的都这么好吃 回忆等会冻完以后肯定贼宰劲 我们要把所有的石榴平铺在这个盘子上 铺平一些 这样冻的会比较均匀一点 这样就可以直接放入冰箱急冻 我这个冰箱是正好专门用来冻货的 直接搞里面 12个小时候见 冻了一整夜哈兄弟们 来看看 这里呢是没冻的哈 这个颜色比较泛红 然后这里是冻了的哈 你看这个颜色 这个就跟以前小时候吃那个石榴糖一样哈 每一个都硬邦邦 那正好啊 这边这个做网红美食 另外的呢 咱们来榨汁喝哈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这玩意啊 基本上买来 后面就没怎么再用过啊 不知道各位还喜不喜欢看榨汁器的 如果想看的话呢 本条视频底下评个论啊 点赞最高 他说有什么榨汁 咱们就有什么榨汁啊 我看来这玩意不能闲下来啊 一直放在那生灰了都 好 这边启动 好 死去的灵魂再次抨击哈 走你 好长时间啊 都没拿这玩意榨汁了 我去这石榴汁看着是红的啊 榨完以后你们看一下 偏紫色的那种感觉 接着我们这里呢 也要赶紧搞啊 要不然等会画了就不好搞了 我去冻的就跟冰茶一样 然后往里加点秘密佐料啊 炼乳 牛奶 好 疯狂搅拌啊 它过一会儿就会冻成冰的那种感觉 兄弟们 我去你们看看啊 这个白的是牛奶哈 但是现在已经不流了 已经变成固体了 就是全部被这个石榴哈 变成冰霜了 你看 现在这个碗的话呢 还是非常非常冰的 说明咱们冻的其实是有效果的 我估计如果牛奶再冻一下的话呢 可能效果会更好哈 当然牛奶我是常温的 所以可能效果没有那么的明显 但基本上差不多哈 可能是稍微倒多了一点 温度没到啊 但是牛奶已经结块了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做法呢 就有点像是那个炒冰机的原理 把这个石榴呢 冻的每一颗都是帮硬的 完了之后呢 再加入牛奶 其实我们就相当于是用那个冰石榴 再炒牛奶的感觉哈 咱们来尝尝 哇 真冰啊 无敌 俩这行动兄弟们 香香 其实现包的这个石榴呢 吃着是那种很甜的那种感觉 一入口就感觉有很多汁水向你涌来 但是冰过的石榴呢 完全就是两种感觉 一入口呢 就瞬间仿佛让我们回到了夏天的感觉 超级冰 爆开的汁水呢 也是冰的石榴汁的感觉 最主要是带有牛奶香的石榴汁 不是黑暗料理啊兄弟们 味道非常nice 吃完以后强烈种草给大家 千万别嫌麻烦啊 买来的石榴一定不要包完立马吃 你像我这样做 别的不得说啊 再来一口 哦 真的很像是在吃冰淇淋的感觉 来我顺便再来尝尝这个啊 这个是直接包完的 哦 其实汁水也多 但是个人觉得就是吃完冰的再吃常温的 就是两种感觉 就跟可乐一样哈 冰可乐跟常温可乐 那是一个很大的质的飞跃啊 就这种意思兄弟们 你看这 哦 再来尝尝那么一口鲜榨石榴汁 哦 快饿加倍 有一说一啊 成不及我这个味道确实可以兄弟们啊 虽然说制作简单 但是等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但是呢 你买了这石榴啊 如果你能等待个一晚上再去吃的话 真的你会解锁一个全新全新的吃法啊 跟直接包出来的这个石榴感觉完全不一样 如果牛奶倒少一点的话呢 可能结的快会更多一些 像一入口那个奶香味我猜应该会更重 所以说如果各位有兴趣自己在家做的话呢 建议你们大概两个石榴倒个50毫升到60毫升左右啊 不要倒太多啊倒太多的话 可能搅拌以后它底下会有点残留 画的特别快 好吧那咱们本期视频呢就到结束 如果各位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忘记帮这个视频点赞支持一波 你们的点赞就是大熊做视频最大最大的动力 另外再提一句啊 如果各位想看榨汁系列的话 本期视频留个言哈 下期咱们抽评论里面点赞最高的那个 他说拿什么榨汁 咱们就拿什么榨汁啊 前提稍微合理一点啊 别不能榨汁的你都跟我说榨汁哈 好吧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吃的时候少吃一点 谨慎一点 虽然好吃啊 但天烧晚上没想到这个 比了华莱士还猛啊 别吃太多真的啊 别吃太多 很容易喷的哈 吃太多了 好